同学们,艾凯老师是芝加哥大学教授,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专家,而且是说中文说得最好的美国人。 我们采访了艾凯老师,制作了这部影片,我们希望同学们能以艾凯老师为榜样,在不久的将来会说得跟他一样好。 出版了多部中文著作,也发表了很多中文文章,他的中文自然流利,富有韵味。 他曾先后访问中国二十一次,甚至可以在田间地头和老乡用中文自由地交谈。 我们为学中文的学生制作了这部片子,为大家树立学中文的榜样,同时也向他请教学习中文的方法。 今天我们来到了艾凯孝书的家里,让我们一起来访问一下他吧。 他在艾凯孝书的家里,让我们写日。 好,我们有误会和富汗的家里,让我们一起来访问一下2个年 prettier的。 他们要帮助安全地 voyage。 我们来到家里边的房子里面就有我们的地方。